世出反常必有妖 2023年我们身边出现了这八大反常现象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意识到 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 可以先给视频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接下来往下说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 真的是2023年是全面放开的第一年 我们真的是上半年已经完全过去了 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 非常反常的现象 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有的朋友咱们不说还没有意识到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房价没跌 车价却绷不住了 现在买车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人们也不会因为面子去买了什么车了 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有没有都可以在城市里面坐公交车 包括地铁这么发达 其实这个车无非就是一个消耗品 买了之后 然后自己的收入跟自己的消费水平又不匹配 完全就是一个累赘 所以说车企的销量也是慢慢的在下滑 包括在搞什么促销活动 动不动降个五万十万 但是依然提不起人们买车的一个兴趣 第二就是大街上跑外卖的女性是越来越多的 我们可以看着穿梭在人群中的 不仅是男的骑手 女性骑手也是越来越多的 像那种原来的固定的两点一线 上班的工作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都偏向于选择自由职业 就是自己做的事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工资越来越高了 或者是公司里面效益不好 或者是工厂里面效益不好 提供的工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说越来越多人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吧 选择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职业 那第三就是专家也不信了 鸡汤也不喝了 从去年疫情开始 越来越多人好像是对专家的话都持之一笔 专家说什么我就越反着干 你越提倡啥我就越不干啥 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你越提倡生娃我就是越不生娃 你越是提倡结婚我就是越不结婚 你越是提倡消费 我就越是把钱给存起来存到银行里面 真的是反着干了 那第四个就是今年放开之后 工作反而是越来越难找了 仿佛比前三年还要难一点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招聘网站上 包括在线下的一个劳动力的市场 投利上百分的简历 有可能就是十身大海 那第五个就是高学历的大学生 开始干服务员的 提供劳动真的是越来越不及了 甚至有的什么博士硕士 名片高校毕业的 开始什么跑外卖的 跑滴滴的 就是这些他们原来根本看不上的一个工作 那第六个就是现在社会 整个的包括整个的职场 包括整个的社会环境 35岁嫌你太老了 然后55岁又嫌你太年轻了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就是35岁以后你去找工作找不到 但是你55岁以后 你想去退休又退休不了 说你太年轻了 还要多工作几年 有可能以后延迟退休 推到65或者是什么年纪 所以说这一批中年人就特别的尴尬 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就这样骑虎难下的一个境地 那第七个就是很多农村人的尴尬 就是容不进城市 但是现在又回不到农村 在城市里面打工了十几年 有可能房子也买不起 还一直租房子住 有可能自己的小孩 在城市里面也没有法读书 但是因为自己已经远离了农村很多年 包括家里的地有可能也没有了 也没有一个种植的一个技能 所以说也回不去自己的家乡 回不去自己的故乡 回不到原来的农村 那第八个就是城市中的大龄圣女 是越来越多 像30岁35岁的 基本上都是泛滥成灾的 特别是像北京上海 像武汉这种大都市 基本上有100多万的一个大龄圣女 全部都是找不到对象 反而在我们农村 我们又可以发现 越来越多的大龄的南光棍 无论大不大龄 基本上25到30岁的一个村子里面 一二十个或者几十个 到处都是 仿佛男生跟女生 农村的南光棍 跟城市中的大龄圣女 是水火不交人 尽管彼此都有一个婚姻的需求 但是这两个群体 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一个交集 不知道这些反常的现象 大家都感觉到了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